我覺得人生就是 不停的在 學習說再見 然後我覺得爸爸的離開 對我來說是這一生的第一個練習 我覺得身為同齡人最辛苦的是 他是看不到的東西 同時又要面對很多人不理解的眼光 然後很多人的疑問 我感覺到有一種死亡的痛苦 就是感覺自己有個東西像被吊死一樣 我如果能夠稍微知道一點點 他在死前的感受的話 是不是能夠讓自己的罪惡感不要那麼多 我一直以為只要轉身離開 我也就把辛苦傷痛留在那個地方 可是事實上沒有 後來發現原來在凝視傷口的時候 這些傷口其實會產生力量 我想要跟通靈前的自己那一個 怯懦恐懼的自己說 其實最大的力量就是成為自己 然後知道自己是誰 這位置有很多人 那位置有很多人 在凡事部分 應該是一個人 在凡事部分 在凡事部分 就算是一種東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